动物农场 9 作者乔治奥威尔 译者 傅维茨 雪球为设计风车绘制的蓝图终于完成了 第二天 动物就要开大会表决是否进行这项工程 大会在大骨仓里如期召开 雪球站起来开始发言 虽然他的话偶然被绵羊的咩咩声打断 但还是详细论述了修建风车的种种理由 雪球发言结束后 拿破仑站起来反驳他 他不动声色的说 建造风车纯属是瞎无脑 因此忠告大家都不要投赞成票 话一说完 拿破仑就坐下 他不过讲了三十秒钟 对自己的发言效果融合 似乎毫不在意 雪球马上又跳起来 首先 他大声呵斥住又开始咩咩乱叫的绵羊 接着又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 呼吁动物们支持风车工程 在这之前 动物中支持和反对的数目几乎是相等的 但是雪球熊变的口才一下就把动物们征服了 雪球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动物农场未来的情景 当苦一般的劳动从身上解脱之后 他们过的将是何种生活 他的想象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炸草机和胡萝卜切片机 他对动物们说道 店里除了可以供给每间窝棚的照明 提供冷热水和取暖的热力碗 还可以用来开动 脱离机 梨 爬 碾 碾 收割机 和捆草机 当雪球的发言结束时 动物们虽然还没有投票 但结果如何 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拿破仑站起身来 斜着眼睛使劲地盯了雪球一眼 接着 就提高嗓音一声呼啸 动物们过去还从未听见过 他发出这样的尖声呼叫 随着这声尖叫 骨仓外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狗吠声 九条镜上带着像铜钉薄套的猙獰大狗 连窜带跳地冲进屋子里 静止朝雪球扑过去 雪球急忙逃离作息 刚刚来得及避开几条大狗的尖锐牙齿 一眨眼 雪球已经逃出屋外 九条狗是紧追不守 动物们吓得目瞪口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家拥拥挤挤挤地走出大谷舱 想看看这场追逐有什么结果 雪球这时正在通往大陆的那块长条形木场上飞奔 他使出全身力气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可是却甩不脱跟在后面的几条狗 突然他划了一跤 看样子这次肯定是逃不脱了 但他还是飞快地从地上爬起来 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奔跑 恶狗是越追越近 其中一条的血盆大口几乎已经咬住雪球的尾巴 幸而被他及时甩脱了 最后 雪球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一措 只不过一步之差 他终于从树梨上的一个缺口逃出了农场 船也就不见踪影了 动物们一个个的都被吓破了胆 一言不发地走回骨仓里 一分钟后 几条狗也跳跳窜窜地跑了回来 一开始 谁也想象不出 这几条狗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 这个谜还是解开了 原来 他们就是拿破仑从母狗怀里拿走 私自养大的几只狗崽子 现在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长大 却已经个头很大 猙獰可怖 像一只只恶狼似的 他们紧紧挨在拿破仑身旁 像过去别的狗对琼斯先生那样摇摆着尾巴 拿破仑这时身后 跟着这几条狗 登上过去少校曾站在那里发表演说的 地板异端的高台上 他向动物们宣布 从今以后 不再举行每周日上午的聚会了 这种聚会没有必要 纯粹是浪费时间 有关农场劳动的各种问题 将来只要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决定就成了 这个委员会将由他自己冲袭主持 也不必公开举行 任何决议都将在会后传达给全体动物 动物们星期日上午仍将机会 向农场场骑之际 唱英格兰牲畜之歌 并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下周的工作任务 但是用不着再进行讨论了 尽管刚才雪球被恶犬赶走了一幕 把每个动物都震合住了 在他们听了这个新决定以后 仍然感觉情绪非常沮丧 有些动物本想表示反抗 可惜找不出合适的言辞来 就连拳击手也隐约觉得 这个决意不太对头 有些惶惶不安 他眯挤耳朵 摇了摇额头的鬃毛 想尽力地理清思路 但结果还是想不出任何话要说 在猪里面 倒是有几个很有表达能力的 坐在前面的四口小肥猪跳起来 同时开始讲话 但突然间 坐在拿破仑身旁的狗 发出吓人的吟吟吟声 吓得四口小猪立刻哑口无言 重游坐下 这以后 绵羊又开始乱操操地叫起 四条腿好 两条腿坏了 绵羊的吼叫 持续了将近一刻钟 即使有的动物还想继续讨论 也被他们交散了 事情过后 千耍被派到农场各处走了一圈 向动物们解释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新安排 千耍说道 同志们 拿破仑同志 又给自己增加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单子 为大家做出了巨大牺牲啊 我想 咱们大伙 谁都应该对此表示感激 同志们 你们千万不要认为 领导别人是个多么大的乐事 恰恰相反 这可是一种沉重的职责 拿破仑比谁都更加相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这个原则 如果他能叫你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那他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同志们 有时你们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比方说 你们刚才决定跟着雪球走 相信他那制造风车的胡言乱语 雪球是什么东西 咱们现在都知道的很清楚了 雪球简直就是一个罪犯呢 可 雪球在牛棚战役中作战非常勇敢呢 有的动物说道 勇敢 勇敢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忠诚和服从 至于牛棚战役的事 我相信 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雪球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纪律 同志们 我们需要的是铁的纪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口号 只要走错一步 我们的敌人就会骑到咱们脖子上来 同志们 你们肯定不想叫穷斯再回来吧 先想又一次提出这个无需争辩的论点 动物们当然不想叫穷斯回来 如果星期日上午举行辩论会 有叫穷斯回来的威胁 那就不要这种辩论会吧 拳击手这时已有时间把事情琢磨透了 他说的话实际上也是全体动物的感受 他说 既然拿破仑同志这么说 那一定没错 从这时起 除了我要更努力干活 这句口头传败 另外一句经常挂在他嘴边上的话就是 拿破仑永远是正确的 这时候天气已经变过来 春更已经开始了 过去雪球用来画风车蓝图的一间屋子一直关闭着 动物们都认为地板上的蓝图早已被擦掉 每个星期日上午十点 动物们都去自大骨仓里接受一周的劳动任务 老少校头骨上的筋肉都已经消失干净 他的头骨被从苹果原地上挖出来 放在旗杆下一块木端上 摆在那只猎枪旁边 升起之后 动物们必须排成一行 恭恭敬敬地从头骨前面走过 然后才走进骨仓 现在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分彼此坐在一块了 拿破仑 尖三 同另外一头名叫小不点的猪 他具有作曲写实的非凡才华 坐在骨仓前面的高台上 九条半大的狗围着他们 坐成一个半圆形 其余的动物都对着他们坐在骨仓地上 拿破仑宣布下周的计划安排 声音粗哑 极有军人风度 最后 在全体动物高唱一遍 英格兰牲畜之歌后 动物们就各奔东西了 在雪球被驱逐后的第三个星期日 动物们有些吃惊地听着拿破仑宣布 动物农场还是要建造风车了 他并没有让动物们知道 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他只是警告说 这个外加的任务意味着极其艰苦的劳动 甚至可能要削减他们的口粮 但是所有准备工作 直到具体细节都已经筹划好 有几头猪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 过去三个星期内 一直在为这个工程进行准备 建造风车连同其他种种改进措施 预计需要两年的时间 这天晚上 尖嗓私下里向别的动物解释说 拿破仑实际上 从来是不反对建造风车的 诶 恰恰相反 一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正是拿破仑 雪穹在浮卵石地板上画的图都是从拿破仑的图纸上飘窃下来的 实际上风车是拿破仑的创造 那有的动物就问了 那为什么他当初表示强烈的反对呢 尖嗓摆出一副深知内情的样子说 嗨 这正是拿破仑同志聪明过人之处啊 他当时装作反对风车计划 只是一个除掉雪球的计谋 因为雪球是一个危险分子 是一种恶势力 现在雪球已经被除掉了 风车计划就可以不受他干扰的顺利进行了 尖嗓又说 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策略 他把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 策略 同志们 策略 一边说着 一边摇着尾巴跳圈 而且还得意地咯咯笑着 动物们并不是确切懂得这个词的意思 但是既然尖嗓说得这么令人信服 恰好在他旁边的三条狗又气势凶凶地咆哮着 他们也就接受了这个解释 不再追问什么了 没查走 没查到 什么都会被akk Volley 呢 iyorsun